鼎心集团在16号 三董魏映冲被深压之前 提出了愿意捐资30亿元 成立实安改革委员会 当时各界的反应很两极 有人认为是犹如赎罪券 有人认为还算是有最后的良心 或者是预测 魏家其实是希望能够换取司法的从轻发落 而接招的人也成两极 任泰集团总裁银眼梁他是怀然的接下了 但是中研院院长翁启会明确拒绝 今天晚上变一台时间 我们请到联合晚报主跑中研院的记者 严文婷来跟我们探讨 文婷你好 你好 主播好 我们首先就在谈这个所谓的 30亿元成立实安改革委员会 王院长拒绝的原因是认为 这个资金不具正当性 他的理由就是说这个资金来源 如果说是用政府的罚款的话 他觉得这是比较好方式 或者是好几个企业一起来捐助 然后是由卫福部来成立基金 找一些社会公正人士来主持 意思就是说 他非常在意这个资金的正当性是不是 为什么他认为 顶薪的捐款不具正当性 其实因为院长他代表的是中研院 那是全台湾最高的研究机构 他不可能把这个招牌砸了 所以他一定会介意所有内容 里面捐款到底是从哪里来 那我们在跟他私下讨论的过程当中 他一直都觉得 顶薪所有的获利 基本上已经算是黑心 所获利的黑心钱 他用了一个名词叫做 那个肮脏钱 他只是没有在表面上讲 因为在立法院他可能不能这样讲 私下是这么形容 私下是这么形容的 所以对他来讲 这些黑心钱 他是完完全全没办法接受 尤其是用这些钱来做食安的问题 他更是没有办法接受 所以他认为这个金钱 资金的这个来源正当性非常重要 而且也认为应该是由卫福部来主导 不应该是中研院 对因为主要是因为卫福部 他有具备官方的身份 然后另外有一个公正人士 或是社会的公正人士 组成的一个团体来做 那如果现在目前是这个基金 是由营养来做 那里面的钱又全部都是 卫家所捐的 那这所代表的意义是 他好像就是所谓赎罪卷 他要去 有点躺浑水的味道 对对对对 对他来讲 这个并不是一个好主意 不是个好主意 不能够接受